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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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陳隊友 叫我們隊友 人呢 是不是都喜歡自己當醫生 身體出現了一些狀況 好像不當一回事 自己隨便就處理或者看手機 或者聽信謠言 民俗療法 這都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有人也是這樣嗎 不當一回事 雖然我演過很多醫生 可是我覺得醫學知識方面呢 我都是我剛剛你所說的網路 聽朋友 或是覺得你自己可以去控制一切 你會不會當醫生 當到自己覺得真的是醫生 我覺得 我覺得還滿越來越像的耶 就是有一些神經病患就會這樣 平常都穿醫生跑出去的那種 我是不會 我穿白襯衫這樣 好 我演了好幾部 但是醫學知識會跟著一起 學著拍戲的一些知識 一直成長 這是另外的收穫 另外的收穫 因為我們拍戲的節奏很快 然後日夜電倒、日體積夜 然後風雨無阻 我們的概念就是 就比如說 我的額頭、我的眼睛、我的腿 曾經受過傷 我就想眼睛這一塊 有一次那時候我在拍古裝 所以每天這樣子 早班接晚班 晚班接早班 連續這樣子一個禮拜這樣子 利用吃飯的時間睡覺 瞇一下這樣子 因為我想要省事嘛 我就 因為我拍戲的話 我沒有戴影型眼鏡 我看對方 我看不到我又覺得 戲沒有辦法出來 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堅持我一定要戴影型眼鏡 那我就隨身就帶一個那個 食鹽水 因為我只要眼睛不舒服的話 我就一直滴食鹽水 一直滴 因為像... 太乾 還有再來就是 我一直可能有個心理作用 就是我以為OK 我以為沒有事情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 讓我達到一個安全感 然後舒服 結果你知道嗎 非常嚴重 我在拍的時候 我就覺得眼睛突然間會這樣子 就一直眨 那我以為沒事 那我又沒有時間換 我把它拿出來正反面 再衝洗 再帶回去 反覆做這個動作以後 有一天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越來越痛越來越癢 然後就一直抓... 好啊 那我就覺得沒關係 同事也跟我講說 我這邊有個神奇的那個眼藥水 那最近的很紅那個什麼 日本粉紅色那一種的 對 你就這樣滴 然後他說 你跟妳講喔 這個很辣 當你這個辣的過程 一辣過去之後呢 你眼睛就精神氣爽 然後就變得很明亮 就看得很透徹這樣子 結果就這樣滴 滴的時候 哇 的確真的很辣 然後一直在猙獰 爬過去的時候呢 哇 很舒服 可是過沒多久又痛了 好 其實我跟妳講 我根本沒有對症下藥 我是讓它 就感染到最後呢 從白眼球的部分呢 又變成 紅血絲之後呢 就變成眼睛整個變紅 紅到最後呢 變得有點紅紫 紅紫到變成我的黑眼球的地方 跟眼白的這一塊呢 全部是變成 就好像夜明的霞一樣 整個是紅色這樣 可是我又看得很清楚 可是有時候看得很濃濃的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又在趕著拍 所以只能用鏡頭取巧的方式 就是我這個... 遮一下 遮一下這樣 其實我這個眼睛... 我剛剛跟你講話 只有我這個眼睛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請編劇幫忙嗎 是不是 我跟你講 那個戲劇張力 OK耶 我跟你講 我真的有講這件事情 真的假的 因為大家很敢 因為我們是今天... 可能今天早上拍完之後 晚上我就要播了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後來真的我去醫院做檢查的時候 他說... 我去眼科診所 然後我檢查的時候 他說 你現在眼睛很嚴重耶 我現在給你看看 你眼睛到底是什麼情況 他醫生還罵我 他就用那個... 有點像顯微鏡這樣子 然後又可以... 有個螢幕給我看的 你知道嗎 我們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顯微鏡之下呢 你的那個病菌 一直在跑 這有細菌 一直跑 有可能會影響視力 會...不是視力 是瞎掉 我的天啊 他說我現在沒有辦法診斷你 你現在馬上去醫院 你現在馬上去醫院 馬上幫我掛號 然後醫生都讓我馬上開藥 直到我躺下來那一刻為止 每五分鐘點一次 延續四天 所以我很感謝那些護士 每五分鐘就進來我病房 一直點... 你後來視力現在有影響嗎 沒有 沒有影響 後來就慢慢緩和下來 五分鐘一次 對,每五分鐘一次 萬一再晚一點有可能 他就看不到 會瞎掉 對啊 你很容易就是 因為省事你就會讓一些病變嚴重 因為像我之前是打球 其實就幾個月前 打球很容易吃蘿蔔嘛 打籃球 喔 原來是球友 我只是消遣而已 打到認證還吃蘿蔔 我只是流流汗而已 你怎麼弄到的 就是太廢了 我說手啦 就是人家傳球要抄解嘛 手就伸出就 然後就打到大拇指 現在還沒好嗎 現在還沒好 因為那時候剛打到 就 瞬間已經腫兩倍大 可是就 覺得還想要繼續打 覺得應該 通常吃蘿蔔 就是等一下可能什麼 瞬間加壓 加壓那種方式 或是冰敷 對... 然後我也是想要再打一下 又打了一兩個小時之後呢 就馬上 冰敷嘛 冰敷完隔天還有熱敷 那因為我隔天 剛好隔幾天後面都有表演 所以我也就想說應該 應該沒關係 我就冰敷完之後呢 然後用那個運動繃帶 先把它固定一個 就是你手可以 比較神力的去動它 然後後來就 就沒有那麼痛 但是就這樣陸續隔了大概 一個多月 還是一直會痛 而且會影響你的職業發揮 對 因為我就是很多事情 一些細緻的手法都做不了 然後後來因為拖太久 想說不行一直沒好 這樣對我的職業真的有影響 我就看醫生 他就說你這個 蠻嚴重的 你當下應該是 因為他就用那個超音波那個照 然後就裡面的那個韌帶什麼是 扭曲的狀態 就是韌帶還有不知道什麼筋 就是歪歪扭扭的這樣 就滿嚴重的 然後這才大概兩個禮拜前看的吧 然後我現在就是 因為手沒辦法用力 我只要剪 我現在連 真的傷到 就剪指甲會一直抖一直抖 沒有力 對...一用力就痛 然後又變力氣 你會抖會不會是因為 想喝 沒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像這種受傷人啊 對世紀變化會很敏感 有點像風濕的感覺 風濕的時候會有影響 我丈母娘有很多那種 很厲害的法寶 就是 她只要生病她都不看醫生了 她就 買一個 就是 水從這邊進去 然後另外一邊出來 對 然後她只要說 有感冒就趕快弄啊 就洗一洗就好了 然後有一次我是吃太飽打嗝 結果食物好像有點 然後我就想說 那感覺很不舒服嘛 對啊 所以我想說 就用那個洗鼻氣洗看看好了 結果一洗 欸 水就是真的出來 可是 因為洗鼻氣你要加那個鹽 那個滲透壓才會跟身體是 可以平衡的 然後洗完那一次我就覺得 喔 好鹹喔 不對 我用清水再洗一次好了 結果一洗 哇 糟糕了 那個滲透壓不一樣 整個水積在那個 就是 我只要這樣咬 就會聽到水的聲音 在腦袋裡面 咕嚕咕嚕咕嚕 哇 很不舒服 對 然後 異物感 對... 就怎麼弄都弄不出來 然後後來去看醫生他還說 喔 你那個 然後我本來以為也沒有事 就這樣他可能會過兩天就好了 結果 過兩天就開始發炎 就這邊開始 紅 紅腫 就是摸都會痛 然後耳朵也開始痛 然後最後本來只是嗆到食物 然後搞到掛急診去照那個鼻腔內濕 就是還吃一些抗生素消炎藥 才退掉這樣 他說裡面有看到什麼 水 沒有 就是水 就是一些發炎啦 就變成 食物還在嘛 對啊 潮流 食物應該是沒有啦 但是應該是被洗掉 主要是那個滲透壓的關係 水激在裡面出不來 震生呢 你有碰到什麼狀況 像我那時候滿嚴重 年少輕狂就差點死掉了 那時候十八歲在台南念書 就感冒嘛 才十八歲沒有在怕的 就一直渴... 就買個咳嗽藥水 想說喝一喝就好了 然後晚上還一樣去喝酒啊 抽菸啊 結果到了晚上回家路上 咳一口彈出來 沒看過這種顏色的 綠色的 然後非常地愁黏 下去就像史萊姆一樣會 然後他說 量還很大 很大 一大口在路上 然後就想說沒什麼 回家就睡覺 半夜就一直咳一直咳 結果 就整晚都睡不了 隔天就很緊張啊 年輕第一次看到血 然後醫生就說 年輕人你這個很嚴重 再不來你可能會死掉 你這是肺炎 然後... 肺炎很嚴重 那時候還小 我要更緊張了 想說肺炎 醫生 肺炎跟肺癌應該不一樣吧 他說喔對 是肺炎 檢視肺炎不要緊張 那所以 那時候我在台南嘛 要回台北住院 那我就趕快搭高鐵回來 然後醫生就說 如果你再晚一點來 真的會死掉 因為我已經引發肺脊水 然後年紀打 第二代抗生素打了兩個禮拜 才還下來 肺炎基本上分兩種 一種是細菌性 一種肺細菌性 你在談如果是綠濃色的話 有可能是一些像常見的 細菌一樣 綠濃感菌這種 那這種它幾乎也這樣 會破壞你的肺組織 除了發燒 胸痛 咳嗽以外 它會有肺部的那個分泌物 會造成肺積水 那會影響到你的呼吸 所以你的免疫力可能有一些問題 一般人 遇到細菌應該還有一點抵抗 不曉得你 你覺得這個不應該是發生的嗎 對 一般來講 大部分都是免疫力比較虛弱 或是比較高齡的人 比較容易得到這樣的細菌性肺炎 有黃暴年齡嗎 不是喔 因為白雪球過低很容易感染 對 有時候 比如說營養不良或過度熬夜 工作疲勞 沒有正常飲食 然後這樣免疫力 就可能在年輕人也會下降 就會引起細菌感染 這個也是常常見的問題就是 以為只是小殼 對 感冒著涼 然後一直拖 懶得去醫院徵作 那其他常見的咳嗽 有些不是真的咳嗽 有些是屬於氣喘 氣喘它本身就不是一種 急性疾病 它是慢性反覆性的發作 所以到最後你一直用止咳藥 用了幾次以後都沒有效 你還是要就醫去評估一下 是不是氣喘發作的一個問題 或是過敏 對 過敏引起氣喘 它是用咳嗽的型態來表現 對 我老婆因為她是第二次剖腹產完之後 她就是有 對 她就是常常吃東西的時候 她會吃太飽她會打空格 然後會放屁 就是你比較常 你故意要詆毀她嗎 是不是前幾天有踩到你的點 你想要報仇 對 那時候就很會放屁 然後 你又講一次 他太太講一次了 這是報仇的可能性會很大 對 她特別吃到豆類或是牛奶那一種 對 她特別容易脹氣跟放屁 對 什麼樣子 現在還會嗎 現在比較好了啦 所以你那時候會嫌她嗎 那時候 一開始會 她那時候放到已經 後面都沒味道了 因為前面放太多 對啊 那濃度已經很低了 對啊 然後有一次 對 有一次就是過年的時候 一不小心大雨大露 對 她就是隔天她起來的時候 她就發現她 她的長腳痛 她就必須要躺在床上是彎曲狀 後面我們就趕快送急診 那急診的時候 醫生就檢查出是 然後變成要住醫院兩天觀察 對 然後過年的時候就是在醫院度過 後面就是醫生就吩咐說 他吃東西要特別的小心 要細腳慢咽 對 然後你吃的東西你要調 少量多餐 對 少量多餐 慢慢吃 然後也不要一直吃太多 對 容易就是會發生那種腸胃不舒服 個案聽起來好像是在手術後 本來我們的腹膜 經過手術的時候就會產生沾黏 那個年數越高的 比如說手術五年 十年 那個沾黏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那你在加上食物上容易產期 比如說豆類或是加工的食物 過重口味的 過甜 發酵性的食物 就很容易產生氣體 那氣體如果你沒有排出來 在裡面機久的就成脹氣 腳痛 這種疼痛是非常嚴重的疼痛 甚至有時候造成所謂的 腸子沒有辦法正常的排出氣體 那這樣甚至有時候還要二次手術 醫生也有說那個腸沾黏是 沒辦法治好的 那就是情況有可能會越來越差 你自己要去控制 他吃東西絕對是要慢一點 不要吃太快吃太飽 或吃太多重口味 或者是含豆類發酵的東西 我的不算天方 是因為那時候我生完小孩 然後因為那時候出月子中心 剛好已經是農曆年 所以就覺得大家都在休息 可是那時候我的乳腺就發炎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哺乳媽媽乳腺發炎很習以為常 可是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我不知道該怎麼弄 他也不好意思一直打去給護理師 結果呢 我小孩的爸爸你也知道 是一個職業的運動員 邱教練 他就跟我說 身體有發炎的地方不要碰它 你不要一直弄它 弄它會越糟糕 我就想說 可是大家都說要把它推開 他用運動醫學的方式 對 他說他們全身上下有地方發炎 就是不能再去刺激它 可是我聽到的乳腺炎 都是要一直去把它很 對 大概這樣前後後就是 拉了一點時間 所以我後來就是到了 乳腺炎的最高境界就是 就是裡面化膿 那個膿是擠不出來的 一定要開刀 對 而且我那時候是 餵大概一個多月 可是我那時候同期跟我一起開刀 後來我們變朋友 他是餵到六個月 他才乳腺發炎 然後沒有去好好處理 變成乳腺濃癢 所以我們兩個是差不多時間開 可是那個刀很可怕 那個刀比生小孩還痛 因為他只有麻藥是放在皮膚表面 所以他化刀的時候不痛 可是他要進去清那個濃 他會挖嗎 一定 就是有三 而且是上我是三條線 就三條堵住 所以醫生就是要認真的徒手把它 徒手 徒手嗎 所以那時候我進那手術房的時候 醫生就把我臉蓋起來 然後他那個朱瑞醫生 我的醫生還問朱瑞醫生說 你幹嘛蓋他頭 就說要蓋 因為我那個叫就是 會看 他怕你看到嗎 太痛 醫生可能如果看到我的臉 他應該就是會動不了手 那我那時候 沒有 那時候很喊 而且我還 以為閉眼睛就是很浪漫要親吻的 沒有 而且那時候還有就是 我只想瞇一下而已 我還比較好是讓我的 婦產科醫生不好開 他開刀比較小 如果是給那個乳房外科的話 十字開然後清乾淨封起來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小傷口 而且是開放性的傷口 裡面要塞紗布 跟了我大概 那個紗布就是從三大塊 慢慢變成2.5塊變成2.2塊 就是 然後我每天都要 每天都要換藥 你每天都要被打開 然後那個紗布拉出來 然後進去清完之後 再把它紗布塞回去 這過程有麻醉嗎 要換的 沒有啊 所以那護士手都會借我 產後還要面對這一種 對 我從手術師推出來的時候 家人看到我說是比生完小孩 還要慘大概十倍的那個臉 那個時候 妳心情上面也會很沮喪嗎 當然因為我 真的 那個洞 因為醫生說不要 他說只有這麼大的口 妳不可以這邊把它封起來 所以妳要讓它慢慢慢慢 慢慢是這樣子愈合長好 妳裡面就會乾乾淨淨的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秋希她 第一次陪我去 她看著我換藥的時候 因為她以為沒死 她囚風也是蠻髒的啊 怎麼會死 不是 她蠻 因為那時候就是臨時我要去開刀 她就變成她要警告小孩 一個禮拜 所以她整個每天都是上班 要顧小孩 上班 顧小孩 她以前看電影都看那種人魔 都很可怕的 可是她看到那醫生的棉花棒 可以從我的傷口進去 大概五公分 再拉她出來 她覺得 人體怎麼可以被這樣子侵入 這很恐怖耶 沒有 重點是她可能 不是 我說 那個親人躺在那背這樣子 進進出出那種侵入式的 後來我有呼籲就是 任何的產後媽媽 餵母乳很偉大 但是真的不能餵的時候 就不要餵 然後你乳腺痛 就停掉沒有關係 小孩一樣會打 只要不舒服就停 旁邊那閒言閒語 有些媽媽就ㄍㄧㄧㄥ 對 還有人媽媽 什麼要貼撒謊怕死啊 就是很多啦 兩歲多的時候才發現 她有過敏的嚴重問題 比如說她有感冒的時候 很容易伴隨這個更嚴重 然後她就有氣喘的問題 過了兩年我覺得都沒有改善 後來我覺得就是 從另外的方向去挑 就是讓她多運動 然後醫生劇 所以我發現 其實她這些狀況就慢慢改善了 我們不要只怪小朋友 因為她也是 遺傳至你父母的體驗 對 就是我 你每一次對著鏡子 就打自己就對了 所以小朋友有理由怪你 如果內疚的話 我是之前在下腹 然後靠近三角地帶的地方 長了一顆像 然後 對啊 那後來 但是她不會痛 你說 對 三角的正中央還是偏一點 邊邊一點 該邊的地方 對 但是還沒有到 那因為位置很尷尬嘛 我就不敢去 你被什麼噴到 沒有被噴到 大腿內側 就這邊 因為我一直很尷尬 不敢去給醫生看 我就自己上網爬紋 因為她摸起來不會痛 她只是有突起物 然後上網爬紋 她說是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去看到那個 有影片的 就是人家自己把粉流刺破 然後把它擠出來這樣 療癒的 療癒 對 我就想說自己處理了 那我就用那個 像那個痘痘棒 它後面不是都會有那個針嗎 我就自己刺了一個 欸 好痛喔 所以不敢吃 不敢吃太裡面 所以就沒有刺進去 然後因為沒有刺進去 所以它擠不出來嘛 可是 我又捏很大力 想說都做了 一定要把它弄出來 結果 結果捏一個 它在裡面破了 那破掉以後 它就在裡面發炎 因為粉流 它裡面的那個 粉流其實它是有一個袋子 然後裡面裝一些皮紙物這樣 然後它破掉以後 然後就在裡面發炎 後來就腫一個 乒乓球的大小 Oh my god 後來 對啊 後來就是 很痛嘛 因為穿著褲子什麼都會插到 所以就變三顆咧 對 沒有到那麼下面 對 然後 就是會插到 然後實在是 也是因為怕人家以為我得病 所以就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很敏感的位置 對啊 然後後來醫生是跟我說 那個粉流其實如果它很小顆 然後你不去處理它是沒有關係的 後來醫生就給我開抗生素 然後擦藥膏就好 我那一顆還是在那裡 現在還在 但是它縮回那個米粒的大小 不然你就 你就這樣站起來 然後脫光 然後用那個一條 我們後製的時候做一個黑勺 然後看到鬼的那個當事人有沒有 頭髮就認得出來 很多孩子呢 有些生病了 或者有一些症狀出來的時候 我發覺 身邊的父母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 有病就去看醫生 另外一種是 燒到比方說38度以上 或者症狀再更進一步的時候 才 有沒有因為這樣 不想讓孩子吃藥 然後就掩誤就醫了 我記得那時候 我小孩子大概一歲多的時候 他有一天突然就跑來說 他肚子痛痛的 我想說肚子痛痛的 一般人都以為應該是 想腹瀉那種肚子痛 想說 那否則你去蹲個馬桶好了 結果他蹲了 然後蹲一陣子 他也沒大什麼 結果他 也突然說肚子不痛了 我想說 那就應該沒事了吧 結果到了凌晨 啊 剉賽 他那個突然 沒有啦 這是一個心動詞 對不起 整個創 你可以幽默一點 對 他就突然 你知道到凌晨 他整個大哭大叫 歇斯底里說他肚子很痛 我跟我老婆起來看 他那個嘴唇都發白 那個不誇張喔 他那個嘴唇就跟 麵粉勾上去一樣白 對 超白 就整個就是超痛 後來 我們就直接送那個台大急診 經過那個醫生他那個 觸診跟照超音波 才發現這個是 長套疊 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 就是在當爸媽之前應該都不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其實後來有問醫生說這個是 俗稱的什麼 就是它像那個 那個直立式那個望遠鏡一樣 套進 腸直就套進去 會 然後伸縮再這樣 沒有 就整個套牢 那超痛的 對 所以那個只要 它是有個時效性 而且如果你沒有 在48小時內 你沒有去通的話 它那個主射那一段會壞死 要切除 對 就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是很 就是已經到很嚴重了 後來 還好那時候 就是已經發現是 發現是那個長套疊 所以 醫生就 就帶我小孩去那個灌場 他那個方式是很特別 他是在肛門口 插一個管子進去 用空氣打通 對 要打 衝氣推出來 對 要把那個長 那個疊出那個 對 會啵 就是把那個打通 不過因為醫生有說 如果打不通的話 那就可能要看醫生 對 因為他是有機率的 他不是一定打得通 然後還好我小孩子是有打通 看清楚 對 這個狀況其實很嚴重 對 一般發生在比較年紀小的 學齡前的小朋友 或是比較嬰幼兒 他的腸子發育 還沒有很完整 那如果說他有消化不良 或是發炎感染的時候 那個腸子腫脹 有時候會卡住 小的腸筋管徑 跟大的腸管徑 會互相套處卡住 對 那這種情況如果說你 沒有再及時把它 讓它疏通緩解的話 它會造成壞死 那那個手術可能要 是非常嚴重的 那超嚴重的 對 那對小孩子將來的發育 會有很大的不好的影響 因為我們都是新手爸爸 其實有時候很難判斷說 到底他痛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不會表達 對 比方說他肚子痛痛 痛痛 可是要怎麼樣 就是哭鬧的程度 你看他如果說 他的疾病狀況是 還可以繼續玩 繼續吃東西 他所講的那種疼痛 如果說他已經哭鬧連講話 這個飲食或者是遊戲都不願意的話 那就表示非常嚴重 他的表達就已經 連他喜歡做的事情 能做的事情都沒有辦法了 這就要很小心了 他很容易跟拉肚子的腹瀉搞混 這真的很麻煩 他會痛但是他不會瀉 對 就表示他沒有通上 對 他只是痛 但是他沒有真的水瀉 或排瀉的東西出來 這個反而危險 有時候我兒子也會說 然後肚子痛這種問題 但是又看他在那邊 又跑去玩 就覺得其實還好 就像醫生說的就是 其實他只是可能 小小的問題在肚子痛 臟氣之類 對 其實我兒子是 我們兩歲多的時候才發現 他有過敏的嚴重問題 對 去看了過敏科醫生才說 你要杜絕一些過敏源 所以過敏源基本上就是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搬家 搬家之後就發現有好很多 但是呢 我們後來看醫生有發現就是 因為我們都固定去看一個小兒科醫生 他的方向就是 小朋友一有過敏的話 然後呢 比如說他有感冒的時候 很容易伴隨這個更嚴重 他就有 他的問題 然後醫生的方向就是 可能比如說他小感冒 然後就會給他開抗生素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 會給他用 那個治療 那個 氣喘的藥 淚固醇 早晚都要吸入 早晚都要吸入做保養 對 還要外加吃心瘤這些 然後呢 一有小感冒他可能會喘 醫生怕他喘就會說 那你第二天不要讓他去上學 因為他可能玩一玩又會喘起來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這個方向不是很好 然後他那時候嚴重的時候 晚上睡覺都會有 很大聲 然後好像鼻塞那種感覺 對 後來我覺得這個不 一直 過了兩年 我覺得都沒有改善 對 所以那些藥 後來我就停掉放棄 後來我覺得就是 從 另外一個方向去調理 就是讓他多運動 然後 吃健康的食物 避免那些垃圾食物 然後 對 然後去調理他身體 醫生菌好像蠻重要的 因為醫生菌 因為其實大家很容易忽略這個問題 像有的人就會問我說 欸 你們健身的人 是不是都要多吃蛋白質 但是其實 你真的要顧好的是腸道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 你要多吃蔬菜 然後避免吃加工物 那你的腸道環境會比較健康 然後醫生菌會有些幫助 然後你少吃代糖的東西 因為代糖會讓你醫生菌的環境被破壞 對 所以其實你要從這個 運動跟健康飲食方向去調理 然後這樣子之後 就幫他報名很多 所以我發現 其實他這些狀況就慢慢改善 藥一停掉之後 反而用運動跟飲食的方式 我覺得他的身體就好很多 所以他現在其實 基本上就沒有以前那些狀況 對 那就領若有點小感冒而已 那就是小孩子常見的事情 對 他這些 氣喘的問題其實現在都沒有看到 所以運動搭配益生菌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 抗生素好多了 對 抗生素我真的覺得不OK 就是每次一感冒就抗生素 抗生素就很難吃 吃個藥就搞得天翻地步 而且 抗生素是要3到5天要吃完的 對 有的時候抗生素需要 7天到14天的療程 那你剛剛講那個過敏氣喘 其實喔 我們不要只怪小朋友 因為他也是 就是遺傳自你父母的體質 那個是我 我本來就有 你要怪自己是對 你每一次對著鏡子 就打自己就對了 所以小朋友有理由怪父 你會遺傳了過敏體質 但是 如果你環境處理好 再加上健康的飲食作息 就可以減少它發作 不見得說它完全不發作 但是可以減少發作 在急性期的時候 醫生一定要 要藥物介入來救你的命 避免它有嚴重的併發症 比如說感染肺炎這些問題 或是呼吸衰竭 醫生的療程急性期過後 就是回歸到你怎麼樣 長期改善體質 做身體的保養 那就變成很重要 所以藥物是它有急性期的角色 平常的話你要自己做好保養 改善生活環境 這是我老婆 他家族的糖尿病遺傳 我的爸爸他就是很怕 每天早上有一個很厲害的 普法唸鋼的方法就是 早上先沾一口自己尿 因為尿甜的話就可以控制 這個是準確度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要血糖高過180以上 才會在小便中出現尿糖 自己吃不準 可能要請悅母幫忙 而且不要講 就是沾了一下 悅母還在這裡 放熱 小朋友有時候就是過敏體質 這有時候我們並不知道 要久了以後觀察到 好像才有狀況 可是已經受罪不少了 因為我從小就是被我媽說 嘴巴閉起來 結果我發現我女兒也這個問題 因為搞半天我們是鼻子過敏 所以我們永遠都只有一個鼻孔是通的 其實妳在呼吸 就是我必須靠我的嘴巴輔助 所以我女兒那時候也是 沒有那種一天到晚流鼻水的表徵 可是其實她是過敏兒 所以後來呢我也是 大家都說要吃益生菌 以前我也有吃 但是後來我發現還是要找到那個 就是 體質上 對 她在體質上比較能夠是貼近我們的體質 那我後來就找到這個是 健康力益唱影 對 那她這個呢就是 益唱影她是有獲得我們國家的兩個小綠人的健康食品的認證 然後她可以呢就是很輕鬆的就輔助我們調整過敏體質 還有讓我們的這個腸胃功能改善 那我是因為看到她這個標章 我就覺得是一個比較有公信力的 然後因為又是為我們台灣人設計 所以我覺得是在我們在調節的時候是比較有幫助的 而且她一天只要吃一包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看 她是入口之後 那個粉末會變成像軟糖 它會集結在裡 所以不會 因為有些人粉末會嗆到 膠囊會卡到 因為還有人就說益生菌 她這個菌種 她的要讓她的活性比較強 那他們這一家是全程配送都是冷藏 所以我買回家之後我都放冰箱裡面 然後一天一包 我就可以慢慢去調整很多的狀態 我覺得是蠻好的 那她其實我們選擇 益生菌除了要有安全性 國家認證的健康食品標章以外 我們還要注意到 她是不是能通過我們腸道裡面的 否則的話益生菌還沒有到腸道裡面 就被消滅得差不多了 你再多的菌量都沒有用 再來就是說我們在保存益生菌 因為要她最好的效果的情況之下 最好是要有冷藏的過程 這樣她的效果是最佳的 那想請問醫生 如果就是小孩啊 就是她 她半夜都會長腳痛 是 她幾乎每天的兩點 半夜兩天就會哭鬧 對 就生死利潔那種大哭 對 因為我跟我老婆就上網趴穩 好像是長腳痛 對 其實我沒有帶去給醫生看 醫生說這個長大就會好 我就跟老婆想說 是不是吃益生菌 也可以幫助小孩的腸胃部分 是 醫生菌它有些機能 比如說像調節過敏體質 幫助腸胃機能調整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使用就可以減好 他夜間的長腳痛跟脹氣的問題 是可以做一個階段性的使用 對 我是自己本身有乳酸不耐症 我也有鼻子過敏的問題 對 我聽人家說醫生菌可以處理這個狀況 還不止 還有情緒上面也可以 情緒喔 對 情緒 對 尤其生男孩子 難怪我現在有一點嗨 那是不同菌株所產生的效益 所以這個沒有 其實我們 可以一接話 他說什麼 一般一種 我好像 有這種 沒有 其實專利菌株它就是針對 特別的作用 比如說調節過敏體質 幫助腸道的調整這些 我們事實上身體的益生菌在 就好像我們腸道裡面的 好人壞人一樣 如果你好菌多了 壞菌少了 你的腸道健康了 你身體的發炎反應就少了 那發炎反應其實對身體 包括腦部就是影響情緒嘛 那包括免疫系統就是過敏的問題嘛 那包括腸胃就是腸胃肌能啊 有沒有脹氣啊 腳痛這些問題 所以你用對菌株基本上可以幫助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最實用的啦 因為你說 情緒的問題當然很多人會有 但是 比例沒有過敏那麼高 所以事實上 所以不是每一種品牌的那個 益生菌它的東西都一樣 功能可能有點不一樣 要適到適合自己有效 那乳糖不耐症是因為你缺乏一種 酵素去分解那個乳類製品 那不會因為你用了益生菌 你就有那種酵素 所以還是會有乳糖不耐症 對 我家很多這個啊 奢華的就是 欸 把它弄來 隨時可取得 而且它不只小朋友可以吃 就是連大人也可以 好像是懷孕 大概三個月後 如果比較穩定就可以 那Baby的話好像我記得是 就是六個月之後 小嬰兒就可以加在水裡 或者是那個內內裡給牠們吃 對 這個對孩子是有幫助的 寵物的水可以加進去嗎 寵物可以吃嗎 寵物的需要的益生菌 跟人類有點不太一樣 對 我家寵物有時候拉肚子 想說把它加一點會不好 對 我家的狗 只要每次跟他喝牛奶 牠就拉肚子 因為我腸胃很不好 我大概一天都會拉個三四次 那可能有腸皂或敏感的問題 然後我也去照過腸鏡 胃鏡 好像也都沒事 結構沒有問題 功能有問題 你一口咬定 對 你光聽它拉好幾次 就覺得它功能有點痛苦 所以你要減少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比如說是咖啡因的食物 辣的 重口味的食物 我媽之前有給我吃益生菌 所以我吃了拉更厲害一天 拉六七次我拉到快脫膏了 那個就不適合 還是會有分就對了 對 還是有分 像我兒子他一睡多的時候感冒 然後他就非常容易夜渴 他每次睡覺大概十一、二點 就一直渴一直渴就會吐 大概吐了一個多月 我們已經吐到麻痺了 就是準備一個小臉盆在旁邊 聽到 就拿過去接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帶他去看醫生 但長期這樣吃醫生給的劑量 感覺對小孩也不太好 那我們剛好我媽媽也是護理師 就是都會開那個 就給他 醫生給的劑量再更低一點 譬如他要吃3ml 我們就給他吃1ml 讓他的那個氣管微開 好像可以幫助排檔 所以他基本上是屬於一個 敏感呼吸道的狀況 他夜渴比較有時間性的 就比較有過敏相關 他有沒有過敏性鼻炎 或者是氣喘的問題就要區分清楚 所以如果是小朋友 基本上你說慢性退化性的疾病 比較少 感染性的疾病 或是敏感性的疾病比較多 那你如果用對 可以調節過敏體質的益生菌 可能就有幫助 好像3歲就可以去驗過敏原 其實驗過敏原是有必要 比如說他是有氣喘 或是長期性嚴重性的過敏 我們就會建議驗過敏原 那現在驗過敏原 也不像以前要抽很大量的血 現在非常少量的血就可以 是那個要勾選的對不對 不用 他就整個套餐 可是醫生 這些是值得的嗎 對 值得 因為有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有發現 即使是70歲的阿嬤 她因為長期吃蓮子湯 她的皮膚慢性過敏到 她平常飲食都很健康 她不曉得她對蓮子過敏 我們發現有對辣椒的 有對花椰菜的 還有對咖啡的 都有可能會累積性的過敏 所以如果你有很困擾或有氣喘 比較嚴重性的過敏問題 你應該回過頭來先查一下過敏原 其實益生菌吃的時候要注意 是不是吃對過敏的那個 對 它有沒有幫助 調節過敏體質的這個功能 有的益生菌 它只有負責腸胃機能調整 它沒有過敏幫助的那個範圍 但過敏分很多種嘛 所以還是要挑對 對 過敏其實來講就是一種發炎 發炎在腦部可能就是情緒或失眠 疼痛 偏頭痛 發炎在胸腔就有可能呼吸道的敏感氣喘 發炎在腸胃就是腸躁症敏感 發炎在膀胱有膀胱敏感 發炎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症狀 神秘的感情地帶是對愛情過敏 有些人天生對愛情是過敏 所以他不婚 好 還有哪一些 你們聽過哪一些特殊給自己治療的方式 廣建復無旅多運動 神劍中無頂大發 我有時候拍到一半的時候 可能時間太長 我的肩頸後腦少到脖子 就是很僵硬很僵硬 沒有常常做一個動作 所以我手會發麻 但是我覺得 運動真的很重要 每個人只要做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手部運動 他可以幫我們 台語叫統會囉 就這樣做 要配 馬卡雷娜的音樂嗎 對不對 我已經是要做 如果音樂當然更好 當然就是一個律動 發現在腸胃就是腸躁症 敏感 發現在膀胱有膀胱敏感 發現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症狀 神秘的感情地帶 有些人天生對愛情是過敏 所以他不婚 好 還有哪一些 你們聽過哪一些特殊給自己治療的方式 我有聽過一個很特殊 是我老婆 他家族的糖尿病遺傳死 就是他很多家人都是糖尿病 然後病變死掉 所以他的...我岳父啦 我爸爸 我爸爸他就是很怕 因為他爸爸也是糖尿病 然後病變然後就死掉 所以他每天早上有一個很厲害的 普法練剛的方法就是 早上先沾一口自己尿 吃吃看有沒有甜 尿 自己尿吃吃看有沒有甜 甜的 對 因為他... 他就常常看 因為尿甜的話就可以控制 就代表你飲食有太甜 你可以去控制 所以他十幾年來 他就用這個方法 這個是準確度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要血糖高過180以上 才會在小便中出現尿糖 那如果說你血糖超過126 就有可能是糖尿病的現象了 那你如果說還沒有到180 你尿糖還沒出現 你怎麼常尿都是不甜的 可是你實際上已經有輕微糖尿病了 所以還是要利用厭血或是 不准 對 解准 而且自己吃不准 而且不要講 就是沾了一下 因為我們還在最尾放熱 唉唷 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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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離婚 除了剛剛有講到 就是你益生菌 另外一個就是靠運動 就是運動來讓自己身體 新陳代謝也好 免疫力提升啊 免疫力提升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體力的問題 還有心靈方面的問題 可能壓抑的問題 會造就你 你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自己拍戲來講的話 我有時候拍到一半的時候 可能因為時間太長 我的肩頸、後腦勺 到脖子、到肩膀 就是很僵硬 你要提醒自己 你又不能夠太累 你要在螢幕前面要撐住這樣子 也可能是因為撐久了之後 會常常造成我整個肩頸的問題 還有可能也是因為熬夜 或是三三不正常 然後免疫力降低 再來就是 可能沒有常常做一個動作 所以我手會發麻 包括... 身心可能有被壓迫到 對,身心有被壓迫到 身心可能跟飲酒也有關係 可能交際應酬 你跟朋友出去派對喝酒 都有關係的 是 你不能夠拿一個基準說 到底是什麼原因 但是我覺得 像我爸爸之前 生前的時候 他常常跟我分享 就是手部運動 其實我們每個人 只要做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 手部運動 他可以幫我們 台語叫 通血路 通血路 可以降低你膽固醇 然後也不會讓你有覺得暈眩 還是怎麼樣 你只要反覆做一個動作就好了 就這樣做 要配馬卡雷娜的音樂嗎 沒有 如果音樂當然更好 當然就是... 就是一個律動 就是一個律動 當然不是說... 很快這樣,不是 很輕鬆的做 就很輕鬆的做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爸爸媽媽 一定知道這一招 這一招對老年人跟我們後輩 我們晚輩 要去保養的身體 是非常非常好的 除了飲食狀況 醫生...剛剛提到醫生菌 本身我自己的概念就是 然後搭上這個運動 有時候拍打 其實對我們身體是非常非常好的 動作很乏味 看起來很像老年人做的動作 但是這個動作真的很重要 這有點像氣動 是 這是其中一個動作 跟甩手那個概念應該是差不多 是,剛才我剛剛講那個 還倒退拍手 對 公園啊 公園常常有那個啊 為什麼一定要倒退 就是有... 不知道他們後來鹽趴出來 然後後來就有那個小流氓 就是因為他都是早上才睡的 然後因為拍手拍到那個 他沒辦法睡 就在鐵門 附近公園鐵門的時候 因為吵到靈心 你跟錦羽啊 後來好像就比較少拍手 你講到... 你講到正一點 因為我們家住桃園 然後我們那個是舊室的公寓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大概五點 五點到五點半之間 一樓的震動 我們住八樓 已經震到八樓了 它整個是那種砰 砰 開趴了嘛 它不是拍打 它是用... 然後我們那個是舊室的公寓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大概五點... 五點到五點半之間 一樓的震動 我們住八樓 已經震到八樓了 它整個是那種砰 砰 開趴了 它不是拍打 它是用它自己的背去撞牆 一個老年人 有聽過撞牆的 一個老年人 他大概有八十歲的 他是我們家樓下的管理員 他每天早上凌晨 就是做這個撞的動作 就一直這樣撞 一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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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伯伯你不會痛嗎 就是我這個 以前當兵的時候 那個老長官教我們的 這樣子 然後他會去拉單槓 所以他們有自己訓練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要動起來的話是關鍵 一定要動 不管怎麼樣就是一定要動 因為人都是有惰性的 尤其你年紀越大 機能各方面都衰退的時候 有時候你要鼓勵老人家 家裡的長輩就是動起來 走一走 散散步也好 對 不過今天得到了一個很棒的資訊 那是益生俊這件事情 可以幫助我們全家還有孩子 尤其孩子的體質 有直接的改善 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益生 謝謝所有神隊友 謝謝 謝謝